苹果大模型NME终于加入战局 今年以来 苹果显然已经加大了对生成是人工智慧 真爱的重视和投入 之前在2024苹果股东大会上 苹果CEO提姆库克表示 今年将在真爱领域实现重大进展 此外 苹果宣布放弃十年之久的造车专案之后 一部分造车团队成员也开始转向真爱 如此种种 苹果向外界传达了家住真爱的决心 目前多模态领域的真爱技术和产品非常火爆 由于OpenAI的Sora为代表 苹果当然也想要在该领域有所建树 3月17日 在一篇由多位作者署名的论文NME Methys Analysis Insights from Multimodal LLM Pre-Training中 苹果正式公布自家的多模态大模型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具有高达30B参数的多模态LLM系列 该团队在论文中探讨了不同架构元件和资料选择的重要性 并且透过对图像编码器 视觉语言连接器和各种预训练资料的选择 它们总结出了几条关键的设计准则 具体来讲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研究者在模型架构决策和预训练资料选择上 进行小规模消融实验 并发现了几个有趣的趋势 建模设计方面的重要性按以下顺序排列 图像解析度 视觉编码器损失和容量 以及视觉编码器预训练资料 其次 研究者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预训练资料 图像字幕 交错图像文本和纯文字资料 它们发现 当涉及少样本和纯文字性能时 交错和纯文字训练资料非常重要 而对于零样本性能 字幕资料最重要 这些趋势在监督时微调 使Supervised Fine Tuning SFT之后仍然存在 这表明预训练期间呈现出的性能和建模决策 在微调后得以保留 最后 研究者构建了MM1 一个参数最高可达300亿 其他为30亿 70亿的多模态模型系列 它由密集模型和混合专家模型 MO遍体组成 不仅在预训练指标中实现 SOTA 在一系列已有多模态基准上 监督时微调后也能保持有竞争力的性能 具体来讲 预训练模型 MM1在少样本设定下的字幕和问答任务上 要比EMU2 Flamingo Idefix表现更好 监督时微调后的MM1 也在12个多模态基准上的结果 也颇有竞争力 得益于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 MM1在上下文预测 多图像和思维链推理等方面 具有不错的表现 同样 MM1在指令调优后 展现出了强大的少样本学习能力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